赵子龙救阿斗,建安十三年秋,曹操亲自率领五十万大军,打算一举歼灭刘备,这时刘备兵少两寡,只能必居心也自求平安,哪有反击能力,眼看罪尔小城,防守不易,于是采取孔明坚必亲也的策略。 放火烧了新野城,老百姓扶老邪幼,严帆城,襄阳,网江临逃命,曹操是在必得,一路紧追不舍,赵子龙负责保护刘备家眷,激战中,甘,迷二位夫人和小主人阿斗却被乱军冲散了,赵子龙心急如焚, 自愧不能达成任务,无言再见刘备,毅然下定决心,一定要找到主母和小主人,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。 赵子龙反身在杀入阵中四处找寻,只见刀光剑影,真喊马斯,赵子龙来回奔驰,好不容易在人群中找到了甘夫人, 杀开一条血路,护送甘夫人到长坂坡,赵子龙马步停蹄,又回头找寻迷夫人和阿斗,杀场上,烟臣起处,曹操不将夏侯恩引兵挡住去路, 赵子龙有如虎入羊群,一枪刺死下侯恩,随手夺得削铁如泥的青红宝剑, 单枪匹马纵横于万军中,目然看见了弥夫人脸色苍白, 紧抱着阿斗跪缩在残破的墙角下,赵子龙扶得跪拜,蹲请弥夫人赶紧上马逃命, 弥夫人含着泪颤巍巍站起身来,将阿斗交给赵子龙,嘱咐他要好好照顾, 这时赵子龙才发现弥夫人腿上中了一枪,血流不止,紧忙接过阿斗, 弥夫人心想身受重伤,只会拖累众人,流着泪催促赵子龙先行, 赵子龙哪肯忍心抛下主母,眼看曹操兵士有如潮水汹涌而来, 弥夫人不顾子龙的哀求,跳颈自杀了,赵子龙悲痛欲绝,推倒土墙把颈埋了, 将阿斗绑在胸前,掩护在战袍里,提枪上马,慌忙中,一步小心战马陷入土坑里动弹不得, 曹操不将张和以为机会难逢,手执长枪对准赵子龙背部猛刺, 危急间,只见一道红光从土坑中冲出,赵子龙连人带马跳出坑外, 奇迹般的躲过致命的一枪,把张和吓得目瞪口呆, 这时曹操在山岗上,远看赵子龙奔驰万军中,如入无人之境, 传令要活捉赵子龙,使得赵子龙有机会全力奋机, 青红宝剑寒光所到之处,有如斩瓜切菜,杀出重围, 奔向长板桥,桥头再望,指示赵子龙人困马皮, 曹操追兵已到,这时张飞固守桥头, 大吼一声,震撼山谷,连马匹都闻声颤抖步前, 吓跑了大队曹兵,赵子龙一口气冲过了桥, 好,在大树下见了刘备,就要把阿斗交给刘备, 咦,刚刚还在哭闹不休的阿斗,现在怎么安静得出奇, 该不会把阿斗闷死在怀中吧,急忙卸下盔甲, 哈,原来阿斗正在呼呼大睡,刘备接过阿斗, 连看都不看,一把将他摔在地上, 扬声说,为了这个小畜生, 差点害死我的一员勇将, 赵子龙急忙抱起阿斗, 跪下来流着泪说, 有声之年,为主公赴汤蹈火, 干脑涂地,我也不敢推辞, 有声之年,为主公赴汤蹈火,